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现观庄严论》当中 现在正在讲十谛的修制 前面已经讲了第五谛的修制 《现观庄严论》大家都应该知道 弥勒菩萨他所造的非常非常殊胜的论典 而且他完全以音译的方式来解释了 沃登大师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轮的究竟甚深意义 如果懂得它甚深的意义就不用说了 甚至没有懂得它的意义 但是你听到金刚语的词句的话 也会摧毁轮回的种子或者根本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希求解脱者来讲 应该说是非常殊胜的一个论典 因此如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前往解脱的人有没有呢 是有的 希求解脱的人有 但是有大多数的人可能 尤其是在汉地的很多的一些信徒当中 我也以前问过很多人 很多人为了健康 为了自己的家庭顺利 生活平安 或者说到达各种各样的目的 而保有三宝 求加持 这么一个目的 其实这是一个在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 它是临时的一种解脱 并不是说究竟的解脱 因此我们今天在座的人 可能大家也许有一些信赖的知识分子 有些学者 他们以一种学术 智学的方式来研究佛教 但是智学的方式来研究佛教 就像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专门学英明 专门学英明 能不能根除轮回的根本呢 当然是有个别的利根者 依靠这种方式来也有解脱的 但是大多数的人来讲 应该学修相结合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们拉荣佛教大学也好 拉荣佛学院 实际上是法王如意宝一再强调 学修并见 也就是说 学习和修行应该不要分开 应该双修 也就是所谓的双修 一方面我们要用一种广泛的智慧 来抉择一切万法的真相 同时我们所懂得的这些知识的内涵和意义 应该结合自己的相续 否则它就变成了数本的知识 那数本的知识永远都是 没办法结合自己的心相续 这样一来 可能我们的相续永远都是一种反复的相续 我最近发现我们这个学院当中 有一部分确实也是学得很好的 非常不错的 也有一部分比较傲慢 因为以前自己稍微有一些世间的文凭 世间的一些财富 世间的一些才华等等 以这些反而成为你的解脱的障碍 这样没有必要的 所以在佛学院当中 如果你要真诚地学习 那么只要你具足条件的人 谁都可以在这里带着 那么如果你不具足这样的条件 很傲慢和一种认为 自己都是好像天下唯一的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现在好像也比较相同的一个人 包括走路 看事 心态 各方面也是部分心灵的现象在外表 从他的语言当中 从他的颜色当中 从他的生态当中也会发现的 我想这些人如果真的想希求解脱者 希望你好好地学习 如果你不是希求解脱者 也不是真正想了解佛教的甚深意义 这个学院就是有学院的纪律 和学院的各方面的规障制度 所以我想真心学习的 真心研究的 我们欢迎谁都可以待在这里 如果自己什么知识都没有 而自己有一种傲慢的心态 以前我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其实我对大学和文凭这些 在某种意义上面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的社会 需要这样的一种方便法 但某种意义上面 也许这个人的人凭各方面 不一定是很好的 他光有一种智慧 没有这种德行 那不一定真的是 对人类有利的 以前我看过一个 应该十三世纪末的一个石学家 就是意大利的石学家 叫丹丁吧 他说过 他说 我们的德行可以补上缺乏的智慧 而智慧永远也没办法 补上缺乏的德行 所以我们现在德财兼卑当中 应该德很重要的 人品很重要 如果人品都没有具足的话 确实也是做佛 做修行 做出家 做解脱 这些都是没办法 至上谈病而已 可以说是病上见诸 绝对没有任何的可说之处 因此尤其是在学院待的话 就像上师仁波切 在有些教言当中所讲的一样 首先是需要人格基本作人的 为人处事 戒人待物 这样基本的人格不同 我想可能 不管是这里的学院 在任何地方也是很难待下去 这样一来希望大家 学习的人应该心静下来 好好的学习 如果各方面的自己心 实在是静不下来 学院是一个非常清净的 闻思重视的 日日夜夜都是大家闻思修行 希求知识和解脱的 这么一个特殊的道场 这里并不是整天都是有山万岁 前一段时间他们上面说 我们这个学院要开放 我们当时也说 女友当不开放 我们这里主要是学习为主 修行为主 我们这个学院保持 应该是一个传统的学习道场 我们要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希望你们在座的一些人 如果你是一天两天来看看 有些都是可能故意来看 学院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堪布到底在说什么 做什么 然后这个法师到底在做什么 整天都是在这里来吹毛秋辞 这个也没有什么 给你讲一些咒语 讲一些现观众案论 也许给你种下一个解脱的种子 这也是很好的 不管怎么样 下面我们讲现观众案论 今天第六题 我们讲十题的修制 十题的修制 前面地方稍微好动一点 这里下面五题以上已经讲完了 第六题了 那么六题的修制 按照科判上分的话 有本体和分类两方面讲的 然后本体的话 实际上是六题 在后的圆满福德 还有断正 断功德和正功德的一个 殊胜方便的智慧 叫做修制 这个时候 我们跟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的修制的概念 如果我要想了解的话 就前面跟一样的 那么它的分类就是圆满本体智慧之修制 还有圆满它的作用修制 有两个方面讲的 第一个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其实这个应该有十二种法 十二种法 我们下面看看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世界人精进 精力会圆满 颂词当中已经讲了 第六题菩萨 实际上他已经圆满了 布施波罗蜜多 持戒波罗蜜多 安忍波罗蜜多 精进波罗蜜多 还有精力波罗蜜多和智慧波罗蜜多 前面的六度都已经圆满了 到了第六地的时候 算是智慧圆满 实际上从智慧的层面来讲 也照样有六度 六度万行是菩萨的一切行为当中 最根本 最重要的一个行为 这样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六度 这个六度从布施的层面来讲 在一个布施当中 它实际上会圆满其他的五度 在布施当中圆满其他的五度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 从智慧当中也圆满其他的五度 当然讲了六地菩萨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菩萨位当中 他完全已经掌握了 法无恶和仁无恶的一个很高层次的一种境界 正因为这样 《月称论师》在《中观入中论》当中 也以大量的文字来说明 六波罗蜜多的境界 也就是说 六波罗蜜多所宣说的空性法 因此我特别希望 在座的各位 对中观方面一定要有一种认识和思索 这个很重要 对我们的人身 光是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佛教徒所说的那样 看破 看破 放下 放下 好像有些人口口声声都说 放下 不执着 不执着 光是口头上说 不执着 不执着 心里还是一直执着 执着着 没用的 那么我们如果从自己的身体 理性 每天都是修空性的话 逐渐逐渐 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失智会降下来的 或者我们每天都是对空性法门 有所学习和有所闻思的话 那无始以来的失智也会逐渐逐渐下降 不可能是一下子 一下子能所有的这些执着下去 除了极个别的利根智以外 一般来讲 并不是很容易的 但这样的话 我想 我们前面《波罗四颂》当中也已经讲了 智慧波罗蜜多实际上是 就是依靠它能圆满其他的五种 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 六度 我们在座可能以前也是学过《中观宝满论》 《中观宝满论》当中也讲过 六度的功德 做了布施多以后 生生世世自己具足圆满的财富 而我们现在有个别人 每天都是特别特别贫穷 为什么呢 贫穷前世没有做布施 即生当中会贫穷 有些虽然财富方面 外在的财富上面不穷 但是内在的精神上面也穷 其实如果我们做财布施 那我外在的财富 不管是金子 银子 人民币 穿的 吃的 都具足 如果我发布施 那内心的财富 我的智慧 悲心 信心 一切的功德自然圆满 所以布施很重要的 然后《宝满论》当中讲吃劫 吃劫的话 生生世世获得快乐 即生当中有些人 每天都是出米苦粮的 特别痛苦 不知道我们藏地有种说法叫做 你整天就这样 好像伤心的这种生态 是不是你的父母死了 有这种说法 有个别的人都是这样的吧 每天都是好像很痛苦的 听客也是很痛苦的 好像看到他的时候 我都不想讲 特别伤心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痛 按理来讲 佛经里面也讲了 听受佛法甘露的时候 就像享用甘露一样 非常欢喜的姿态来接受 什么叫做享受甘露啊 天人的甘露是非常甘露 谁有机会享受他的时候 完全处于一种喜悦的状态当中 但有些人因为心里不开心心里有一种 现在的话来讲 很纠结 很犹豫 因这个原因 表情上也是听客的时候特别特别 不仅仅是听客 什么发心的话还是很伤心的 其实这个不应该 这个原因以前没有持戒 当然以前你没有好好地持戒 即生当中你本来也是被关注一致 每天都是很痛苦的话 那我在课堂上稍微说一下 你就稍微假装一下 嘿嘿嘿嘿 这个也没有用的 过一会儿 你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所以这也没有用的 不管怎么样 其实持戒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受持清净戒律的话 那生生世世都变成一种快乐的人 这个确实很重要的 这个是持戒的功德 我们修安忍 修安忍的话 生生世世当中 自己相貌端严 有些人就一直认为 自己长得不好看 或者说很伤心等等 但实际上这就是 以前我们没有修安忍的 尤其是我们以前在生活当中 每天都是批评别人 我们一般批评别人的时候 他那个表情很难看的 其实很多人平时比较好看一点 哭的时候特别难看 我好像没有看过 哭得特别好看的人在哭 好多人平时还比较不错的 然后尤其是他发脾气 哭的时候 非常可怕 所以这个果报即生当中 相貌丑陋 因此修安忍的话 生生世世相貌庄严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修精进 修精进的话 生生世世什么呢 有威严 就是什么威严 有些人不管是身体 可能也没有什么病 但看起来特别瘦 特别畏缩 好像别人看起来也是觉得 自己也是没有这种信心 在别人面前 那这个是没有精进的原因 如果精进的话 在众人当中 谁看到的是非常欢喜 这也是一种威严和重严 然后修精力度的话 这个人很寂静 不是很粗暴 野蛮 有些人不管是男的女的 看得比较可怕 就是哇 他会不会打我 他会不会有点不敢接近 但这是没有修精力的 如果修了精力的话 那么看了以后 这个人是非常慈祥 和蔼等等 然后修智慧度的话 那么生生世世 从烦恼和痛苦当中获得解脱 所以我们在这里 提到六波罗蜜度的话 我好像以前讲过宝漫论吧 讲过没有 讲过是吧 我们有讲过是吧 哇 哎呀 宝漫论当中有这些 在这里讲到 第六地菩萨用智慧上已经圆满六度了 那么它的作用的修智是什么呢 成就自利的 法身的因和 还有成就利他的 摄身的因 两个方面来阐述的 首先第一这是 与弟子领域 舍戏 舍不信 他这里 前面不是讲的 六波罗蜜度 过了之后讲两个功德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的 比如说持戒 持戒圆满的话 能远离什么呢 远离所谓的弟子 弟子指的是声闻的心 一般我们修行解脱当中 声闻缘觉 如果我们受了大乘的持戒 那这样的话 自私自利的心会远离的 欢喜声闻的心 如果我们修持禅定的话 六波罗蜜度稍微持地有点颠倒 有些讲义当中 所以我在这里对应的时候 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 修净律度之后 舍起了缘觉 缘觉也就是说临教语 那么它的果位的欢喜心 这两者实际上有一种自私心 凡是我们《相关主要论》 大乘的佛法要学的时候 有两个重要的事情 大家要记着 一个是 时时处处都要讲到大悲心 这个大悲心便于一切众生的大悲心 这就是相关主要论的 一个核心的内容 还有一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对一切万法最究竟的执着要放下 其实我们执着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一种痛苦 都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比如说我执着前面的花 我执着这一个差别等等 那么我等会儿跟藏族大学生 每个人发一个 那天我们发讲的差别 可能刚开始都是很执着 但其实执着很痛苦的 你执着过后 万一掉了 你很痛苦的 然后执着的时候 晚上睡都睡不着 所以执着带来许许多多的痛苦 对人的执着也好 对财务的执着也好 这就是佛教里面讲到的 特别甚深的窍诀 这个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西方的一些 美国的一些科学家 其他他们觉得信心方面的道理 他们有些是不承认的 但是智慧上面的佛陀所讲到的 空性的抉择方法 或者说像这些道理 他们不得不承认 确实生活当中他越执着 越带来痛苦 最后他们自己也是明白佛教当中 所说的深水智慧 这就是要舍弃这两个心 深闻缘觉的这两个心 还有一个应该说是安忍度 应该说是 依靠智慧的话 舍弃对万法空性的恐怖性 因为有些以前 前世当中 没有很好修行的人 一说一切万事万物的法 都是空性 我们《心经》里面讲的是 无眼耳鼻声声的话 很害怕 怎么会我有耳朵 眼睛 鼻子 《心经》里面说是 全部都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他诽谤正法啊 就这样想想 那这种恐怖 如果你修安忍 安忍的话 有法忍和对怨害的人 有几种安忍 那这样大乘的修行 波罗蜜多圆满的时候 所有的万法空性 你完全能接受的 我们在座的有些大乘佛子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一讲起来空性的时候 就像以前阿底峡尊者 遇到过两个比丘 他讲到波罗空性的时候 后来捂着耳朵就跑了 就是你再不要讲 再不要讲 听说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一些法师 也有这样的 千万不要讲空性 要讲空性的话 好像极乐世界也没有了 地狱也没有了 所有的世界也没有了 其实他们都没有分析 要分析的话 这个都很简单 释迦牟尼佛根本没有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是空性的 这些都没有了 不可能这样诽谤我们 言而逼色色 现象的这一点是有的 但是我们明明显现的这些背后 它的真正本体 实际上是空性的 这一点现在无理学家 尤其是量子力学的很多学者 确实也是得以证明 现在二十一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时候 科学家才稍微有点熟悉过来了 而佛陀两千五百多年前 那天我们在香港开 世界佛教七年研讨会的时候 有一个老校长 香港理工大学的 有个叫做潘仲光教授 他去年也是用这个教证 今年也用这个教证 我也喜欢用这个教证 诸行师说 科学家辛辛苦苦 盼道高峰的时候 佛教大师遭遇在山顶上 等待已久 这句话他也很有表情地说 我们佛教的大师 很早以前 两千五百多年前 已经登在山顶上 科学家两千四百多年 两千三百年以后 就来到这个世界 还辛辛苦苦地爬上去 而且他作为一个科学家 他用他的身份来说明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如果我是一个 穿着出家衣服的名义来说的话 别人都说你们佛教徒肯定会说 你们这些光头 这些红衣服的人 你们都是一群狼 一群什么什么 可能会给我们这样说的 但是科学家用 他站在科学的立场来 应用科学家的语言来说佛教的科学性 那这个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 希望知识分子们也是 其实在我们讲现观的时候 也有时候需要理解一些道理 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自利成就的因 成就利他设身的因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见求无处且尽舍无忧悔 谁凭不厌求 正的第六地 第六地 他有这样的功德 通过布施度 最开始的时候见到别人来乞讨的时候 不但对他不会有厌烦心 对他不会有讨厌之心 而且慷慨布施 原因给他没有缺落 藏文当中说 没有缺落 从汉文当中这里说 无处期 没有对他一种悲哀 伤心 或者厌恶 现在有些人在饭店也好 在路上看到一些膝盖 摇东西的时候特别讨厌 这说明你还没有达到六地菩萨的境界 当六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 非常欢喜 不要说六地菩萨 一地菩萨的时候 他听到乞丐的声音的时候 好像那种快乐 比丘入定的禅定美味 也无法比例的 这个是前面在入中论当中 不是前面 很早以前讲的 我是二十多年前讲的 所以还可以啊 这叫做记忆有心 二十多年前 就像昨天一样 当时我们用了很多的比喻 不知道 那个时候汉族道友很少的 大概可能二十多个人吧 三叶塔子里面讲入中论 下面就是说 这是第十个 第十一个 他这里也说了 今世无悔有 也就是说 中间的时候 舍弃自己所有的财富 全部布施给别人 没有一点不快乐的 没有闷闷不乐的 有些人不要说所有的 连有一部分财富给别人的时候也心里很伤心 很痛苦 但是到了六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 这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精进度圆满的功德 到了智慧度圆满的时候 也就是说 对别人把自己所拥有的 到最后的时候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给给他们 然后自己一点财富 一贫如洗 什么都没有 但是心里数数的欢喜心 不会讨厌乞讨者 就像我们以前看过智美跟登 他的一些布施的故事 当时把他所有的 包括自己的妻子 儿女 所有的财富都已经给了 然后后来要他的眼睛 他也愿意给 这就是菩萨的一种 不可思议的设施 这是一种精神 我们先看看现在世界上 把自己家产的一部分 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大家各个新闻媒体当中 不断地报道 原来我有一个同学 他给我说 你给我一千块钱 我可以在某某报纸上 给你登报 给你宣传 他说 这样的话 你自己的名声也有用的 我也带到一些财富 我们两个互相可以帮助 那么这样别人会想 你就是大菩萨 他可能认为 把我宣传成六地菩萨 但六地菩萨 最后没有当成 所以说 如果具有这四儿童功德的话 我们讲的六地菩萨 六地菩萨在《入中论》当中 也是现前菩萨一现正 通道善有未施行 是吧 专门讲了 到了六地菩萨的时候 整个善有知道 一切都是根本有心而能 而且这也是外道所承认的 所有常有自在的我 这些都是依靠这种道理来 完全折破 这就是我们六地菩萨所发现 所通达的真理 我们在座的人 大家也应该清楚自己 可能认为是菩萨 这样的话 你到底是极地菩萨 有时候不要认为自己 现在有个别的一些上师 给大家宣说佛法当中 可能认定得比较高 自己不要认为真的是菩萨 我听说有些上师说 这个居士是谁的化身 而且自己也认为 自己是什么转世 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是转世 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可稀有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的是 自己的境界和程度 到底是有多高 这方面还是需要观察自信 否则欺骗很多众生 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下面我们讲第七地的修制 第七地的修制也是 本体和分类方面讲 本体跟前面一样的 分类方面 主要是缩断的 相执着方面 还有断除它之后的修制 两个方面讲的 然后第一个主要讲 执着本体和菩提加罗 还有它的不善巧方便的一些过失 也就是说 因为七地是方便度圆满 然后方便度的违品是什么呢 就是不善巧 这两者两方面讲的 首先第一个有分为 人的相执着和法的相执着 我们平时学中观的时候 人我和法我 人执着和法执着 有两种 这两个很重要的 在佛教当中 非常重要的两个名词 昨天我们在大学研讨会上面 有些法师讲 讲着的时候 我看到下面的有些大学生 他们好像这个名词觉得很新鲜的 好像我看表情上 他们就没办法进入 就是什么叫做忍我执 什么叫做法我执 法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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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黑忍 别忍 不知道他们还想着什么 这样的 第一个我们 忍之相和法之相 忍的相执着 它在作者两个方面来分的 首先 这个七地有二十种所段 然后 前面讲二十种修制 这个二十种修制 实际上是冷断的智慧 二十种所段 实际上 这个七地菩萨有没有这样的执着呢 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执着 但是曾经他在凡夫的时候 有过这样的执着 正因为这样 七地菩萨偶尔就像三变般的 在厚得的时候 稍微有一些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 七地菩萨烦恼那么重 七地菩萨有这么二十种的执着 那也不是 意思就是说 到七地的时候 这些二十种的执着 都已经断掉了 所以它断掉的话 我们可以叫做所断 你们如果研究相关专案的时候 应该要对各地菩萨的一些境界 还是用一种细致的智慧来去分析 去分析 那天我看到相关班有个别的法师 他们好像比较细致 做笔记也好 做辅导也好 各方面还可以 但是我也担心 不知道你们的闻思能不能究竟 现在很多学习 闻思的这些人 突然有一点气泡一样 临时的出离心 临时的精进心的时候 我已经时空见惯了 并不是很赞叹的 有个别的人刚刚出家 刚刚学佛 刚刚到了佛学院的时候 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 人生难得 寿命无成啊 上师利劳人家 祈求教者 我二十多年都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从今天开始一定精进努力 好像眼睛都是翻来覆去 然后开始精进 过两天全部消失无疑 这样的人特别特别多 尤其是现在人的心态不稳 学习的时候也是刚开始特别 比如说我们仙观班刚开始就非常 到了讲两三个论典之后 不知道多少 我们十年之前 有些非常精进的人 现在是不是还是精进 如果还在精进 二十年之前的这些精进的人 还是不是精进啊 我们这里也有十年前的 也有二十年前的 也有二十五年前的 也有二十天前的 也有二十个小时前的 你们自己看看 所以精进内要一种恒长精进和恭敬精进 我们精进里面也有两种精进 一种恒长精进 他永远都是持之以恒的 有一种恭敬心的精进 这也很重要的 我们要求一个法 依制一个上师的话 你一定要有法治内心的一种恭敬心 你一种傲慢心的精进 不会长久的 所以在精进上面 你们也要观察一下 那么我们下面讲到 执著菩提迦罗 菩提迦罗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所谓的素曲曲 也就是 所谓的菩提迦罗 大多数是以我们人的名称来说的 有些是心 我们的心识 也可以叫菩提迦罗 这里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知我极有情 名誉素曲曲 第一个是执著我的本体 齐地菩萨的时候没有这些 也是执著我的本体 也就是说 我是无云聚合的我某某 我们每一个人从早上到晚上 有一种我的执著吧 但是不管是睡觉也好 吃饭也好 我 我 我 就是有这样的 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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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嗯啊和我 藏文和汉文基本上是同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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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啊 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个叫做我执 但这个没有 第二个是有情的相 这个是男的 这个是女的 这个是牦牛 这个是什么什么 对有情的执著 然后第三个就是生命的执著 生命的话 按照居士论的观点来讲 我们的根 还有温度 还有各种因缘 依靠心事而存在的 同类的法 按照小乘来讲 可以说是一种不相应性的法 不相应性的法 一个石油的东西 按大乘来讲 是同类的一种法 但这种法是家里的 并不是石油的 这叫做是命 学过居士论的人应该比较清楚 所以命的执著呢 因为不管是众生也好 我也好 大家都是依靠生命来维持延续 一旦你这种延续没有的话 我们经常也说了 那这样做了有什么用 连命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叫生命 第四个叫执著菩提迦乐 执著菩提迦乐 心就是一切的种子 这里的菩提迦乐 这里说的树蛆蛆 树蛆蛆的话 树是树树的意思 蛆就是蛆树的意思 后面的这个蛆 在六蛆当中 任何的一蛆会接受 比如说在六道轮回当中 我们凡夫人 反反复复地今天变成牛 下意识变成马 下意识变成鱼 再下意识变成人 这样的轮回当中 不断地扭转 这叫做树蛆蛆 树蛆蛆也叫做 我们的心事流转 并不是身体流转 并不是其他的发展流转 这也是这四种执著 全是跟我们的宿命 和众生有关系的 这四种执著 到七地菩萨的时候 就变成所段 没有 我们要详细地了解 就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就是说到 执著的差别两边 因为我们作为人也好 众生也好 要是执著的话 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执著呢 在颂词当中 下面的颂词应该是 断肠吉祥因 云解病处处 病处处有这么两个颂词 那么首先第一个颂词当中就是断肠 也就是说 执著有情的 心的相续 以前是有的 到后来的时候是没有的 现在很多《无神论》和《威武论》的观点就是这样 人生如灯灭 我们现在的很多同学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情有可怨 我还是很理解他们 他们很多 原来我们藏族的很多老人 他完全承认 前世后世的存在 但是现在藏族的有些年轻同学 他都有点怀疑的 好像没有上过学校的还好一点 他还是承认 前世后世的 以上过学校的人 他的教育环境和他的朋友 我们《经传论》当中 专门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他周围的人 全部都是恶劣的人 围绕着你 正因为是这样 好多原来他的父亲 母亲 还有爷爷奶奶 全部都是相信 前世后世的存在 但是这种相信不是迷信 是真心的相信 因为现在科学家也好 我们佛教的理论再怎么样解释也是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破到 前世后世的存在 没办法破到的 可是有些愚笨的大学生也好 愚笨的个别知识分子 就是愚笨的知识分子 他们认为好像人死了以后 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断灭 知道吧 这也是 当然我们极个别的学生 都不用说了 七地菩萨的所断 我们的所断都是更不用说 我们要断这样的话 一定要不断地学习 我希望有些知识分子确实在 这个前世后世不存在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道理 但是你们这样怀疑 你们这样认为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来自于你的科本 来自于你的老师 来自于你的朋友 来自于你的周围的环境 来自于你的恶业的知识 来自于你前世的恶业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以实际上现在有些人造恶业 尤其是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的 包括我们的食品问题 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上 每天都是 此起彼伏发生的臭闻 许许多多的 这些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不承认前世后世 不见后世 无恶不作 佛陀在《涅槃经》当中所讲到的 就是在这里面有的 因此现在整个人类已经变成极其可怜的群体了 说实在 连自己的前世后世存在都不知道的 这么一个特别狭隘的思想和狭隘的环境当中 还要存在下去的话 当然我们的行为不出矛盾 也是不可能的 肯定会以后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前世后世不存在 短短的人生几十年当中 你就得过且过 尤其是无恶不作 也是很多人来讲这是应该做的事 对吧 还有第二个 有些执着有情 恒时时有 这也是现在有些宗教有认为 以前你的心的相续存在一样 以后也是永远这样存在下去 但佛教的观点 这两者都不是 所以到这个时候 这也是缩短 这是第六个法 过后 这上面是菩提加罗 人的执着方面讲的 总共有六个法 大家方便的时候 稍微跟其他的一些讲义要对一下 这很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所谓的专业 实际上所谓的专业对自己的相续 直接或者间接有意义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 如果对自己的相续没有任何意义的 现在西方有些学者 他们天天都是研究 我那天遇到一个专家 他说说 十五年以来一直研究 世界上有多少个老鹰 那个酒鹰 但有多少个也有什么 他要一直专门研究这个 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意义 对来世也没有什么功德 但是我们对相关重要的空性方面 你越研究的时候 最后你的心态自然而然与这种智慧 圣者智慧的完全融入 当它融入的时候 它不会变成一个小姐 你们也不用担心 我会不会如果空性法学得太多了 会不会最后对家庭不负责任 对社会不负责任 其实应该是没有的 我们很多出家人也是 学空性二十多年了 但是越学越很想做一些事情 而且做的时候也不累 说实在 有时候可能算不算大悲心啊 不一定是 可能相似的大悲心吧 自古以来的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懂得了佛教的真正殊胜意义的时候 对社会的责任 应该是承起了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应该要研究的话 你要寻找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吧 否则的话 什么东西 下面是第七个 对法的执著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本体的信论方面的执著 还有对他的差别方面的执著 到七体菩萨的时候都没有 首先颂词里面就是相 实际上对一切法的执著 吸论都没有 一切相的执著 《金刚经》里面讲的 凡所有相 继续 当然到这个时候 所有的相和吸论的执著都是没有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和相 这也是如果没有通达它本体的意义的时候 它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痛苦 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对任何的相也会了达空性的 第一 下面讲到它的差别法式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执著能生的因 还有执著它的差别 还有一个是执著殊胜的轮回和涅槃 特殊的轮回和涅槃 首先第一者在颂词当中讲的是因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法身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因存在 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因是存在 或者说对它的 现在我们很多人所谓的感恩的恩 恩的话 心上应该要有一个 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每一件事物 它有一个乃至不易的因缘 有些人说 汉文当中的感恩的恩 上面是因缘的因 下面是心的话 我们要时时刻刻地懂得 我们所享受的来源 它们的恩德 它们的报恩 这样说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比如说我们走路的话 要想到修路这些人的汗水 这些人多少多少辛苦 多么多么劳累 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 农民的这种辛苦 我们吃树油 这个时候树油虽然很好吃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 牧民在做树油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牧民很辛苦的 再加上我们吃的这些树油 也是很多小牛 它们的饮食 强来我们人类吃的 这也是很悲惨的 我们也应该感恩这些小牛 本来是它的食品 但是它的营养品 中间我来吃的 然后我们比如说 经堂里面上课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觉得 这是很舒服的 坐在这里 但实际上我们坐的时候 很辛苦的 包括我们现在 另外一个经堂正在修 每天都是监工 每天都是 我们这边几个发心人员 负责人员的 就一下天都是站在那里 最后大家都好像特别特别 看起来都是很不忍心的 各种各样的因缘 所以我今天早上跟有些同学也讲了 我们要懂得感恩 如果不懂得感恩的话 这个人是连人品都没有 其实感恩要有很多很多的 我享用任何一个东西 比如说 我今天要应用这个质 那这个质的来源 我去云南的时候 知道这个质的来源不是很容易的 说实在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这个森林 制造厂也是像的 如果你进入厂里面 也很辛苦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被子 这个很容易的 但实际上 有多少个工人在这里的兴趣 你如果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钱来买的 这没有什么 他们累 他们活该 有些人现在会 但是实际上 我们很多的因缘 对我今天的拥有 今天的享受 应该是有无数个人的支撑 比如说 我今天在这里 实际上我有父母 我有老师 我有很多帮助的人 当时我很小的时候 没有让我死掉 没有让我迷失方向 各方面的因缘 我有用 所以我们应该按照大乘佛法感恩一切 时时刻刻都是要存有这样的 这样的因缘 实际上在我们世俗当中是需要的 但是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 那么所谓的因 所谓的果 原来是一种执着的相 但这样的相 实际上在究竟的实相当中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所以他这里为什么要讲一个因呢 不管是讲善成的因也好 讲一切万法的 形形色色的因 它也实际上是一个执着的相 也是一个所段 但在他还没有通达这样的时候 世俗当中的好的因和不好的因也要分开 因此我们暂时没有通到空性之前 我们毕竟是一个人类 人类要有个良好的教育 良好的教育 我想现在很多的孩子 确实是不懂感恩 对父母的感恩 我今天听到有些老师很伤心 为什么伤心呢 因为以前自己辛辛苦苦地培养的一些学生 但后来这些学生看到老师的时候 装着没有看到 明明已经老师在前面来了 但是好像装着没有看到 老师很伤心 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没有感恩心 这也是一个新的行为 所以有时候我们世间的基本教育 成问题的时候 其实人类的生存也带来了一种困惑和危险 下面说的是执著本体差别方面有云 截 处 所谓的云实际上是由众多法聚合起来的 叫做是云 到起地的时候对云 无云的执著也是没有的 所谓的截实际上它也有种子的意思 也有因缘的意思 也就是说有六根 六记 六十 这些都是一切万法的种子 但是到了第六地的时候 第七地吧 第七地的时候 连这样的云截 十八截这样的执著也没有 然后十二处 实际上俱舍论当中 处也有门 也有从中出现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外面的色身香味和 里面的眼耳鼻舌 依靠这两种外和内的因缘 会产生眼耳 耳 鼻舌等六十 所以这六处也叫做六门 或者十二门 依靠十二门就出现六十 因此这样的六处也好 十二处的执著 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也没有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所断 然后下面讲到执著特殊论理 也是分为轮回方面和涅槃方面 那么轮回方面 诸三界贪著 其心便缺退 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第一个 执著住于轮回三界当中 我们在座的人处在轮回当中 现在我们对轮回有一定的执著 就是我们现在住于 不管是色界 无色界 还是欲界 这三界当中 这个根本的因是什么呢 就是业和烦恼 执著它的业和烦恼 我们如果对轮回没有看破 说实在还是很愿意住在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有些人也经常这样讲 现在很快乐 很幸福 不需要臣服 不需要解脱 我这样待着的话 多么舒服啊 其实这些人是很可怜的 说实在就是 他们根本不知道轮回当中 生老死病的这种痛苦 苦才是人生的道理 没有动了 所以我觉得我就为了说明这个 特意跟他们一样 但是他们还不懂 我也很伤心 意思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现在又吃又穿来 临时相似的快乐都是没有 这个佛教徒不会那么笨的 说实在的 连科学家现在无法解释佛教的甚深密业 这样的人类特别顶峰的 可以说最高峰的思想不会 就是像我们世间一般人的思维那样 像我们想不出来的东西 佛教不会给你引入颠倒之下 但是佛教说是轮回借口的话 确实我们每一个 我以前也是遇到过有个领导 他说 佛教里面说是人生借口 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对的 我很快乐 我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两千五百块钱 这是很多年前的 很多年前他工资当年来说算是很高的 后来他得癌症 特别特别痛苦 我当时也给他提醒了一下 我说你原来说两千五百块钱很快乐 现在你还是这样 这就是轮回的痛苦 这个时候他确实也是深深感到 所以我们有些人说不需要解脱 啊 很快乐 我想这样开着的可以 这说明对轮回生老死病的痛苦 没有掌握 这说明轮回的因 基地他没有掌握 这是这两种执著 然后如果对这两只法没有了解 那就是从中获得解脱的 对求法的心有一定的缺弱之心 我们有些人经常也这样讲 成佛都是三个二乘七戒以后很难的事情 那获得菩萨的果多么累啊 要日日夜夜利益众生的话 我才不愿意呢 实际上是他不懂轮回的真相 如果懂到轮回的真相 利益众生的殊胜性的话 不得不发菩提心 会发菩提心 主要是我们自己 以原来的一种成就的 迷茫的思想当中 一直就不知道 佛菩萨的特别殊胜境界 也不知道佛菩萨的功德 所以我们很多人的学习 确实是带有进步 说实在有些人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有些人傲慢 你如果有了一种傲慢心的话 永远都是外来的这种智慧 会排斥的 现在有些国家本来很穷的 但他们自己认为很富裕的话 实际上外面任何的志愿 就没办法进来 知道吧 有这样的 这说明我们有些人 自己本来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 但自己认认是自己很了不起 尤其是有些学校里面出来 确实有一种非常傲慢的习气 我是什么什么学校毕业的 什么学校毕业的 也没有什么的 实际上最后生老四病的时候 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话 还是同样的痛苦 还有些没有读过书的 这些人坚强 知道吧 他的缺络性到这个时候 这些轮回方面的 这三种执着现在来讲 我们要分析的 到最后的时候当然是全部 对齐地菩萨的境界 入定的境界当中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不代表现在都没有 所以现在有些人对轮回 不生起出离心的原因在这里 这也是一种原因 然后下面讲 涅槃方面 对三宝 对国执着 福宝的执着 法宝的执着 还有圣宝的执着 实际上到齐地的时候都没有 在没有得到这个之前 我们对佛宝 佛陀指引我们所有众生的道士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座轮回当中的所有这些人 真的是非常可怜的 迷失的一种迷路者 佛陀应该说他是迷路的导师 然后他所宣说的这种甘露妙法 相当于是明当 我们在晚上黑暗密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灯 这个人用佛陀来比喻 他拿着的灯 用法来比喻 然后他带另外一个人 让我直接带路过去 这就是僧众 所以我们现在依靠佛法 有些当中将自己当病人相 法当妙妖相 佛陀将当医王相 还有僧众当护士也好 或者护颂者来相 这个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也是 对轮回的痛苦要解决的话 谁也没有办法解决 唯一的三宝能解决 所以我们藏地经常说 三宝加持 三宝加持 三宝保佑 哪怕是做一个大喷嚏的时候 也会说 共求生金 知道吧 意思是求三宝加持 其实这种习惯是很好的 万一打喷嚏的时候死了 那有三宝加持多好啊 你打喷嚏的时候 能想起三宝加持的话 那你在遇到更大的危险的时候 它一定会想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时候 很多人什么什么明星 格星 他们打喷嚏的时候 牛的花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救不了 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也会痛苦的 所以我们藏族的很多年轻人 我是比较担忧 知道吧 心里如果没有三宝的概念 真的很可怜的 不管是谁 你是什么样身份的人 你是年轻人也好 领导也好 哪怕你是通知全世界的联合国秘书长也好 谁都是离开人间的时候 生老死病的时候 生老死病 讲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确实很可怜的 所以这些的保佑和祈祷 时时刻刻都是很重要的 下面讲一个 他的威品 方便度的威品也是有三种执着 他这里一个是修罗 还有七笔见之主 真论欲空心 唯恐行过失 有利刺耳时 便得第七地 那么就是说 第七地的威品 还有对戒律的执着 对戒律设三法戒 严禁恶心戒 饶益有情戒 菩萨戒当中有三种戒 但是暂时来讲 这三种戒律是一定要执着的 没有戒律 获得解脱是根本不可能的 昨天有些道友 有些学生问关于戒律方面 有些教授也回答别解脱 菩萨戒和密乘戒的一些道理 不知道有些知道没有 所以暂时我们应该 对戒的执着是需要的 但是到最高的 像七地菩萨那样的境界的时候 对戒的执着也不需要的 因为到二地菩萨的时候 戒也不能有执着 有这样的《入中论》当中也这样讲的 还有我们暂时对空性的争论 也是有必要的 但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空性啊 那空性的话 会不会全部都空啊 那空的话到底是是空 还是单空 还是正空 还是妙空等等 有很多人 现在关于空性方面的 其实究竟的生意方面 也没有什么可辩论的 可正论的 但是暂时来讲 我们正知不惜也是可以的 但到最后 七地菩萨的时候 对空性的正知没有的 因为已经证悟了 没有什么可正论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 所以你说空 我说不空 空和不空方面 互相辩论 有时候说瓶子空不空 有时候说柱子空不空 有时候你的烦恼空不空 等等 就这样来辩论 但到最后的时候 对空性的执着和争论 也是没有的 然后到应该是第二十个吧 第二十个就是未空性 未空性的话 我们暂时有些人 不能理解空性的时候 认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 世俗当中是怎么存在的 对世俗法的存在和空性的 不存在这两者相为 很多人这样认为的 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我们也觉得 我现在明明看到的这些东西 怎么会空啊 很多人经常也这样讲 怎么空啊 你看我们看到的 什么东西都存在 你们佛教说不是 一切万法皆空 说得不对 我看到不空啊 有些人很可怜 这么简单的佛教还不懂啊 那佛教很可怜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显现当中 眼而闭色的感官不是正量 我们所发现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你再详细观察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柱子都是 它一直常有的存在 实际上它一刹那刹那都是变化着的 我们看到昨天的河流 今天还在流着的 但实际上昨天的河流 早就已经流入洞海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道理上 我们的眼睛也不真实 我们的分别念也不真实 我们的耳朵也不真实 很多都是一种 假想和幻想的境界当中 但暂时我们对空性和世俗法当中 有很多相外的道理 但到最后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都是已经没有的 这些都应该说是 一种缩短的过失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真正到达佛菩萨的一些 不可思议的境界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 不会有现在人生当中 各种各样的烦恼 痛苦 还有很多的迷茫 疑惑 邪见 世间等等 这些都是没有的 因此轮回借口的道理 希望很多的知识分子也好 同学们也好 应该你要去再三地思维 你千万不要给别人面前 不动撞动地说 我们的轮回很快乐 佛陀说轮回痛苦 我不承认 现在听说有一些学校里面 有这样说的 这些是真的不知天高低厚 可以这么说吧 他什么都没有学习过佛教的念 可能《入行论》的题目都没有看过 但是他就代表说 佛教里面说的不对 包括印度的什么什么论典 说的不对 当时后来有一群愚笨者 也随波逐流 然后对对对 你说的对 然后一群盲人 也跟着这样去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确实是 我们现在作为一些智者 应该用自己的智慧来观察 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说实在佛教 我当大师释迦牟尼佛 所讲到的这些道理 你越观察 越有新的一些定解 而这并不是说 我们的信仰来确定的 应该是用智慧来确定 如果是我们信仰来确定的话 你不一定信仰 我信我的释迦牟尼佛 你不一定信 但是如果在客观面前 在事实面前 在真理面前 那你如果不成立的话 你已经违背了科学真理 你所谓的科学 像客观现象都不承认 那还有什么叫科学呢 我想我们有些 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好 所谓的一些智者们 千万不要上当 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诶 大人 你到哪里去 快去 快去 嘿嘿 嘿嘿 这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去 对吧 我们都支持他 还要加持他 多年护法神 让他顺利达到目的地 好 我们今天应该讲到这里 做出志愿体格 声乐 父亲和生之 영상 他在brahimovain principle 提及 压房子 supp味道 icus邹 一些仓舞深 Circe RPM 准 incom questioning 中文字幕——YK